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經常都說澳門的經濟差了,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澳門政府公佈的最新數據, 就是賭場員工他們的平均人工在疫情下竟然不跌反升, 我們就一齊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根據澳門統計記考察局公佈2021年第二季, 博彩業人力資源需求及薪酬調查結果, 當中,統計對象不包括博彩中介人及博彩中介合作人。 在2021年第二季尾, 博彩業一共有55,768名全職員工, 按年減少1693名,當中可觀有24,643名, 按年減少701名, 2021年6月份, 博彩業全職僱員工的平均薪酬是23,690元元, 按年上升2.1%, 可觀工的平均薪酬是19,950元元, 上升3.5%。 第二季尾,博彩業職位空缺只有56個, 按年增加31個, 招聘要求方面有44.6%的空缺要求有工作經驗, 要求高等教育學歷佔51.8%, 要識普通話和英文分別佔80.4%和78.6%。 第二季申請員工和離職僱員分別是466人和1016人, 僱員僱用率是0.8%, 流失率是1.8%, 分別上升0.6%和1.2%的百分點, 職位空缺率只有0.1%。 有關指標反映博彩業人力需求仍然維持較低水平。 職業培訓方面,博彩業僱員參與由企業所提供的培訓課程 一共有254980人次, 按年下跌15%, 當中修讀商業及管理課程佔50.8%, 其次簡報及溝通技巧課程佔17.3%, 培訓課程絕大部份由博彩公司舉辦, 參與學員佔總人次96.1%。 按照相片的數據來看, 全職員工及可觀平均升2.1%和3.5%, 在逆時之下都算升得多, 但再睇回這兩個職位都好似減少了不少員工, 首先在博彩業, 減少了1691名員工, 佔總體員工數量大約是3%。 而另外可觀方面是701名, 佔總體可觀2.8%, 其實都是接近3%左右, 看來各大賭場都有控制員工數量, 現在就升了2.1%和3.5%的人工, 會不會就是賭場方面炒了那批人工比較低的員工, 從而拉高了比率呢? 而申請的人工又說比較低, 這部份就是按照數學的平均數去推測, 我手頭上就沒什麼數據。 而另外, 它這個數據其實都沒有加上博彩中介人和博彩中介人合作人這兩個職業上去的, 我相信如果加上那個上去的話, 這數數應該沒現在這麼漂亮, 因為這兩個職業現在都是沒什麼生意去做的, 加上他們反而就會拉低的數, 所以現在這個數應該是有多少水分在上面的了, 或者你們又怎看上面的數據呢? 下邊留個言說我知, 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了, 大家有什麼想說, 就記得下邊留個言咯,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吧, 拜拜!